非常谢谢各位在线上的聆听 那我们现在也邀请所有的speaker 一起来参与我们的圆桌讨论 首先在线上我们有看到几个主要的问题 那第一个问题是提到了 CTC容易耐药 那即使是它出现了抗药性 在目前的指南上 仍旧推荐它的原因是什么 那这个部分我想我先尝试着来回答 在2006年的时候 有一篇来自于AIDS的journal期刊上面 它做了一个临床试验 就是当出现CTC的抗药性的时候 也就是M184V的抗药性位点 那把它这一些个案分成两组 一组维持继续使用单一的CTC 另外一组则把药物给中断 不再使用任何抗病毒药物 在追踪的过程当中会发现 单纯只有吃3TC这一组 那可以维持比较好的免疫的功能 同时病毒复制的活性也会比较差 所以其实在过去我们就会发现 当即使是病毒对3TC产生耐药性了 但由于病毒会牺牲掉它本身的完整性 或者我们称之为Fitness 那保留3TC的存在 再加上一个高耐药屏障的核心的药物 以及再组合一个有效的NRTI 那尤其是可能是以蛋白黴移制剂 或者第二代的整合黴移制剂 那在DTG有比较明确的临床试验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它仍然可以很有效的去控制病毒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指南上面仍旧推荐它的原因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HIV感染者用TDF加3TC加上Evaryens 治疗失败之后 可能会出现3TC的耐药性 那当然我们知道它应该是NV84V 那改用整合黴移制剂的方案之后 把病毒控制下来了 请问病毒控制之后 可以再转换为DTG加上3TC的方案吗 那在之前Professor Maslin他有提到 出现NV84V的时候 用ABC3TC再加DTG 或者是TAFFTC加上BIC 目前都有临床试验显示 可以稳定的 在维持病毒的控制 但这里想要请教的是 两种药物的合并 就是DTG加上3TC 但我们知道现在它有单定的药物叫Dobato 那还是可以稳定的维持病毒的控制吗 那想请教一下Professor Maslin 好 非常感谢您的一个问题 还是比较难的 这个问题比较难以回答 我认为这个问题呢 也是涉及到 如果是有这样一个148B的一个突变的话呢 那么现在3TC加上这个这样一个药物 是否还能够继续有效 是吗 是 好的 我认为呢 这里边有一些研究 显示出DTG单药治疗 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因为呢 它可能会出现DTG的一个耐药 尤其是单药的时候会有耐药的这个出现 就是我们知道呢 从原先的这样一个148的一个V的突变来讲呢 如果出现之后我们换药DTG加3TC 或者ABC加上这个Tenophobia 我们可以能够去维持病毒的抑制 但是呢 有两药的一个治疗 有DTG加上3TC的话呢 这个时候有比较高的一个风险 会出现这样一个这个功能性的DTG的一个 单药治疗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觉得应该来说 不是一个比较好的观察研究的一个结果 我们有很多的研究也观察到这一点 我对此还是非常谨慎的 好 那么Yat您是怎么样想的 我支持 虽然说 有的研究说的 如果极限有M184突变 可以用DTG加3TC 但是我会特别小心 不会这么做 因为我们来看众多的研究 比如说 随访期不是太长 如果患者出现耐药 对于整合M1G整体耐药 我们知道 另外其他类 两类做长期不是特别好 所以说要特别小心 一般如果有对3TC耐药的 不会用二药结合的药物 我这边再补充一点 可以吗 可以 有请 我觉得免疫上病毒抑制 我们要看时间 抑制多长时间 这点很重要 比如说M184V 比如说是很长 以前就出现 比如说五年之前 出现的 然后患者抑制了五年 情况就不一样 知道吗 对吧 患者的病毒载量 病毒库多少等等 情况都不一样 如果患者长期病毒抑制 要不要换 对吧 对 我觉得原则上讲 我们要两个有效力的药物 比如说Sperl的研究 比如说Hosei 讲到了这个研究 如果说五六年 病毒无法减出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使用 可能导致耐药的 但是不会耐药的药物 因为患者这个病毒 库存这个概念 比如说从一线 换成二线的药物 我觉得没有什么理由 比如说一发 微轮三TC TDF 失效的时候 你有换成两药的 TDG加三TC 讲到了二药的问题 两个有效力的药物 如果说比如说 有非常高的耐药屏障 是不是两个就够了 其中一点就在于 如果有可注射的药物 是二药合一的话 可能患者出现过 比如说第一线方案 出现了病毒失败 我们怎么衡量患者 能不能换二药结合的 可注射药物 因为当前第二个 比如说利皮维林 如果是以前用过 一发微轮 可能患者就有过突变了 所以说 我不知道大家 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是问我的吗 大家都可以讨论 女性优先 女性优先 太好了 谢谢 然后再请杨教授 Kiat教授 我给大家展示了 卡伯拉维 利皮维林 然后呢 比如说 看失败的风险 然后我们看到 利皮维林突变 预知相关和失败之间 有非常高的相关性 以前 NRTI 方案下 如果出现了病毒失败 这个时候 我们要特别小心 比如说利皮维林 加上 卡伯拉维 这一点 要特别小心 杨教授 Kiat 我就问一下两位 如果有这样的患者 通常不会对他们进行 那要筛查 对吧 不会 一线失败之后 不会定期进行筛查吧 没有筛查 在泰国 在泰国呀 我们有耐药检查 这是政府鼓励的 我们 针对 不同类的药物 进行耐药监测 但是 我们 能这么做 但是 顾虑就在于 我们没有这个 二药可注射药物 但是我觉得 当我们 把利皮维林 加进来 我前面也讲到 一皮维林 加上 NITI 这个时候 耐药 比较高 不管你和哪个药物 进行组合 比如说 新伙伴 有NRTI 耐药 然后就会 出现 耐药 在 两者之间 进行 传播 就使得 这个 中药方案 出现失败 或者其他的顾虑 我觉得 我们注射药物 比如说 某一次 耐药 或者说 这个时候 患者 忘了一次 给药 或者是 医从性 有问题 对吧 是不是另外一个 顾虑点 杨教授 有没有对 耐药进行 常规筛查 特别是 医线之后 大家 您知道 在中国大陆 是怎么做的吗 目前 在中国的状况 我其实不是很了解 那在台湾的 情形的话 我们其实是会 对于 用药之前的 原生性抗药性 Transmitted Dry Resistence 我们会进行 筛查 因为在 台湾 如果是 NNRTI的 原生性抗药性 大概介于 6到10%之间 那因此 大多数的医院 其实还是会 针对 NNRTI 或者NRTI 去进行筛查 但在 治疗失败的 情况之下 尤其是 第一线处方 治疗失败的 情形之下 我们也会 进一步的 进行筛查 那在 官方疾病管制署 的部分 他也有提供 这样的 一个检验的方式 协助我们的 临床医师 可以去进行筛查 包含了整合 美意志剂的 抗药性的一些分析 我想问一下 加强PI 有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 可以说 在一线二线 看到 整合美意志剂 有非常好的作用 那么 加强PI 不是说 比如说 先放上三线了吗 比如说 针对那些 传播的耐药 是不是和一线 二线可以联用 我不知道泰国 现在怎么样 就是二线 特别是使用PI的话 在泰国 我们没有大幅的 从NRTI 转向 整合美意志剂 我们只能 刚刚在 今年年末 更新 所以说 这样一个转变 从一线 换成二线 然后 以DTG 为基础的 方案 转换 其实这个 刚刚开始 而现在 好消息 就在于 对NRTI 为基础的疗法 泰国的失败率 不是那么高 80%的 患者 在不同城市 然后呢 这边 成功率 还是85%以上 所以说 有一定比例的 耐药 但不是那么高 也有一定比例的 使用PI 那么加强PI 在泰国 我们用 利PV0 这边价格比较便宜 然后呢 大陆纳维 对不起 DTG DTG是第三选择方案 但是 从今年年初开始 我们将会转换 然后 洛平纳维 换成DTG 这是二线上的 在台湾 DTG 中国大陆 您知道情况吗 杨教授 在目前台湾的话 DTG 其实是 可以自由使用的 那 我们也使用来 治疗 病毒 也使用在 治疗病毒失败的 个案上面 那有一段时间了 那因此 其实 现行如果是 针对 NRTI 尤其是 NRTI 治疗失败的 个案 那 绝大多数 都是使用 DTG Based Regiment 来搭配 但也有一部分 是使用加强的 蛋白免疫制剂 去组合 NRTI 的BagBond 来搭配 那至于 在中国的情形呢 当然也欢迎 我们的听众 可以透过 输入的方式 来告诉我们 中国实际的 状况 那据我所了解 中国主要的 二线药物 目前应该还是 以 蛋白免疫制剂 为主 来当作 一个 重要的 核心的 药物 那最后 我想也简单回答 线上还有一个问题是 在刚刚有提到说 我的演讲里面 只展示了 东宁Study里面 DTG 这一组 24周的结果 优于蛋白免疫制剂 这一组 特别是病毒抑制的 比率 但 听众认为说 蛋白免疫制剂 在降低病毒量的速度 相对是比较低的 那只有24周的数据 参考意义很差 是不是会有48周 或更长时间的数据呢 那我想比较遗憾的是 在这个临床试验当中 由于 24周 因为展现出了 相当大的一个差异性 在整合免疫制剂跟 蛋白免疫制剂 这两组当中的效果 因此 这个临床试验 进行到中间其中的分析 就已经终止了 所以目前并没有 48周 或者更长的数据 可以提供 大家参考 明白 他们应该有那个数据吧 因为这个实验结果 很早就介绍了 DSMB可能停了这个实验 可能后续的随访患者数量有限 我相信他们应该把后续数据给发布出来 多数数据 只要我们看到整合酶抑制剂的数据 多数都是24周的数据 那么 NRTI 我们的确看到整合酶快速的抑制病毒 所以说24周数据 能不能预测未来 的确非常重要 有的患者有过病毒学失败 24周正常之后 可能会出现耐药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如果说看长期 那么教授案 你怎么看 比如说24周的数据够了吗 可信吗 还是说值得大家继续去努力 看一看 随着时间的发展 在这样的转换研究当中 我们将会看到 越来越少的病毒失败 或者是将会有更长的随访期 在这样的转换研究当中 我们将会看到更多长期研究 比如说 DTG作为弹药疗法 病毒失败 在24周是很快就出现了 这些都很重要 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短期的病毒学失败 有的也有长期的失败 我可以说这两者都很重要 Keyat 您长期追访您探过的患者 然后患者有一线失败 然后要换二线 那边有没有相关的经验 是否这些绝大多数患者 比如说六个月达到了结果 还是在等长期的结果呢 对 我觉得 我同意您的观点 安通教授 在前面六个月病毒控制住 是很重要的 但能不能预测长期的结果 一般而言 如果说 我觉得 事实上 或快或慢 患者能够控制病毒 得要看不同因素 患者以前的失效 是值了多长时间 我们看到很多临床实验 我们看到 CD4低比较患者 比如说400以下的患者 有更高的失效风险 需要更长的时间 抑制病毒 所以说 我们要综合来看 有的时候看这个病毒载量 所以我觉得 看这些患者 一线失败 然后换了不错 得要看病毒载量 不是非常高 那六个月呢 还是那个很好的代表 长期的病毒抑制 今天非常谢谢 所有的speaker 还有我们线上 听众的一些参与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这边 谢谢大家的参加 那我们线上的会议 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应的情况 名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